中國著名異議作家家庭教會基督徒余傑一家三口 在1月11日星期三晚順利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 余傑夫婦與他們的兒子今次出境 適逢美國財政部長蓋達納在北京進行為期兩日訪問 討論加強對伊朗的制裁以及人民幣匯率問題 蓋達納今次訪問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在今年稍後訪問美國而與北京方面協商 中國方面通常在領導人出訪之前釋放著名政治犯或者持不同政見者 向海外釋放改善人權的信號 據報導余傑是著名的北京獨立知識分子以及方舟教會的基督徒 2006年曾經受到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的接見 余傑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在2010年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日之前被非法綁架和毒打 余傑 Reg kho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